多謝主席、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主席、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大家下午好 近日本澳經濟及旅客回升、勢頭良好 特區政府統籌協調 透過舉辦各類的旅客優惠活動、盛事節慶、旅遊休閒企業發展歷史遍區等項目 為澳門的經濟鑄入了新的動力、成效漸遣 在此必須要對特區政府的施政和推進經濟復甦的決心 語語充分的肯定 由於經濟復甦的步伐剛剛展開 各區的經濟復甦的情況都不一 傳統的民生商戶區的經濟依然不似預期 即使在節假日、北區、新橋和下環區等人流依然冷清 近日政府亦和社團合作推出周末北區消費大獎賞的活動 中小企反應是正面的 人流的增加、生意亦有所回升 因此社會上有不少的意見 都期望這些活動能夠延伸至各區甚至是加碼 今年是建國75週年和澳門回歸25週年的雙慶之年 社會各界一直以來都用不同的方法熱烈慶祝 抒發愛國的情懷 為此請問行政長官各下 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政府會否在上述刺激經濟措施的良好基礎上推出升級版 支持鼓勵居民深入認識澳門的各區的歷史文化 乃至到深合區的發展新貌 同時可否提供獎賞優惠甚至是消費券 既可以活躍社區的經濟 助力振興中小企 更可以營造熱鬧氣氛的刑心聚力 令到愛國愛傲的家國情懷得以延續 共建美號家園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王潔晶議員 政府是清晰 現在我們的有關 宋少企和我們有關的產業 特別是在消費行業入面 是一個不均勻 回憶回我們三年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旅遊區一片 很慘 我們的民生區還可以堅持著 因為我們當時來說 澳人北上是受到有關的 疫情的影響 大家都怕上去又 突然之間要隔離等等 都是澳門消費 反過來 現在我們經濟復甦了 在去年1月8日開放之後 我們看到 是旅遊區是一片暢和 這個是事實 我們擺到眼前 但是民生區 我們看到 就是有關的問題了 社會 這個就是社會 不會說大家都一齊富一齊窮 就是會有一部分的行業 地區性會產生問題 所以我們經過研究了之後 我們跟當地的 當區域的商會 在中華總商會的大力支持下 我們政府 我們一齊去做這個有關的北區 我們作為當時來說 在議會裏 大家都說 北區是一方面的重災區 大家都看到 因為北區是去 我們北上是最方便的地方 所以他們一到去周五晚 和周六、周日 都在上面 所以我們先行了這個 北區的先導計劃 我們不是反對全澳門都可以 但是我們一定要拿一個成果 成效出來看 而不是一個普遺政策 大家一定要清楚 這些不是一個叫普遺政策 長期來說 靠政府去支撐 不是一個健康的 不可以說全部都是 天天發有關的消費券 天天發什麼 全部是政府去擔當著這個消費的角色 這個是不健康的 因為政府的資源是有限的 政府的資源都是來自於公帑 所以這方面來說 我們必須大家要有一個清晰的形式 不可以說只是發消費券去支撐著社會 這個是暫時的 痰花一言 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在疫情裡面 我們只能用這個方式去支撐著社會的發展 但是當我們現在經濟回復了之後 我們大家要想一想 下一步應該見 現在一般來說 我想是因為經濟復甦了 去逐租的時候 你租金高得很厲害 本身已經不夠生意了 你再去逐租 我們的租金全部是跳得很厲害 這個政府知道 你租金一升上去 它本身已經在調命了 可以捱住 你租金一再上去 它根本就逼它要停業 這個情況是佔了很大一部分 所以這個是全社會 大家要共同去面對一個問題 大家都要看到這個困難 在這個過渡期裡面 我們怎樣去過好這個有關的關 因為這個關就是要大家肯去消費 現在不是說我們是真是 最主要是沒有辦法去消費人物 我們的M2貨幣現在一直在上升 7千多億了 7千多億了 就是這個貨幣 就是市民的資金量 但是我們是沒有一個信心 它不知道明年是怎樣 後年是怎樣 它不夠膽去消費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信心的問題 利息又高 幾樣東西來講 它就是一個信心問題 所以在這個來說 我們現在對於有關的 作為政府來說 你說在這一方面 再加碼去支持我們中小企 是今年這個20週年 25週年的年份 這個大家可以繼續去做的 理事長都在繼續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首部份 先走了一個月 一個月都未到 北區來說 3月15日開始 我們才開始做這個有關計劃 我們都要拿些時間出來檢討一下 成效是怎樣 成效是怎樣 這樣之後我們還有下半年 還有這麼多個月 我們可以研究 一個區一個區做 就是如果 要是以普遺性來說 遊客區那裏再增加了這些消費壓力 是不是 你本身我們還有 澳門很小的 有很多是好吃的東西 可能還在遊客區那裏 大家再加重我們遊客區的消費壓力 而其他區又是沒有所得益 這個政府要平衡 政府要平衡 政府要平衡 所以我們這方面來說 我們知道的 我們都希望我們在澳門的 有物業出租的業主 大家又不要加租加得這麼多 不要加得一條聲條聲這麼多 剛剛傳大家回一回氣 你已經加租加到 有些同學說加成一倍 原來五萬元又加到十萬元一個月 很小的店鋪 那你叫它怎麼捱呢 所以這個我們必須要提到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的業主 他很高的樓價 去買了這個店鋪回來 他又要做分期 又要去銀行 可能又要追去數 他又要希望收高些租 去還銀行的錢 所以千錯萬錯 都是當時來說樓價是炒得太高 所以我們金融界大家都要認真 要檢討一下 好的時候也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無止境去借 去買這些舖位 做成了別人接手之後 他的成本就高了 他要還錢又要還得多了 他現在來說 已經支持了三四年了 他希望現在可以還回多少給銀行 那又會產生了加租的問題 這是一個連貫性的一個循環來的 所以第一個源頭那裡 我們不把握好 那些舖位做到一個舖位幾千萬 整個億都有 這樣的舖位 你給銀行一樣是照 幫他們做分期付款 照幫他們做貸款 那現在來說 他一跌價了 你又要追他了 所以這個問題來講 我們金融界都要認真要檢討這個方向 是不是 以後來講 不可以 真是在這方面 大家都有個底線 真是把價錢 不是託得越高越好 一定會有後果的 物極必犯的 到後來來講 一定是共同要去承擔這個責任 所以我希望我們在這個方面來講 我們是會繼續在這方面去做好我們有關的工作 我們很多的社團 譬如街總 都希望在這個商慶連 大家做多些事情 我們政府都是支持的 街總都給了信給我們 政府我們完全支持 希望在這方面我們組織多些人 都可以去進行有關的活動 其他社團我們都可以的 不是說不可以 只要大家來講 共同去做好這個可以做到的 普天同慶也好 或者在這個商慶連 又回到柯小氣氛 這個工作我們政府會做的 但是你們各方面要做 不是政府去籌辦 必須是由我們社團 提出你們的可行性方案 我們共同研究 政府在至今上支持 所以這方面來講 我們都希望是繼續在這幾個月 我們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多謝你的問題